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麼樣?小偉, 到了, 買戲票了 是不是看《虎頭殺人狂義》? 當然不是 看《仇家特工三》? 小偉監製, 其實你覺不覺得 經常看這些韓國電影 讓人知道你的酒店也不太好? 好嗎? 那你大片劇, 又幫我選了什麼戲? 行了…不用說了, 我也知道 一定又是那些 悶得抽筋的文藝片 讓我先去買包裹吧 好, 好, 待會見, 再見 再見 有點不多肚 你幹什麼?停手嗎? 救命… 快點動 快點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沒事吧?醒醒吧 還有呼吸 怎麼沒信號? 救命,有沒有人? 救命 等我一會兒,找人來救你 救命啊 有沒有人?救命啊… 救命啊 現在是下午三點鐘,我到處看過了 不止這個商場,就連這條街都沒有人 但始終繼續在轉 時間正在流小 到底是所有人一次過不見了 還是我去了另一個空間? 你醒了嗎? 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這樣? 怎麼?在外面一個人都沒有 人都去了哪裡? 回來了,去哪裡? 你回來了嗎?怎麼樣? 你爸爸和小妹在公司嗎? 跟我想的一樣,辦公室一個人都沒有 爸爸的車子整整齊齊地 停在停車場 還是我發夢呢? 照我睡醒,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給我掛大便 醒了 你在這裡幹什麼? 煮東西吃 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吃東西嗎? 肚子當然要吃東西 我經常都沒吃過東西 但是我們這樣擅自拿你的東西 會不會不太好? 有心存機的,我們給人家一些錢 我也可以的,要是你叫人來收錢 要是你自己吃,開個生意機,把錢放進去 想不到你搶到這個地步 你真的搞了一陣子嗎? 怕你了,先煮完給你吃,好嗎? 不用…我自己煮就行了 請問你為什麼還在看著我呢? 想去洗手間? 那你就去吧 但是呢,現在這個世界這麼恐怖 然後我剛才又在廁所裡出事 那我就一個人去了 你不可以陪我去 冤孽 吃飽了嗎? 我給你的,是水袋 一會兒一個,運動用品補充 新的,不用怕骯髒 謝謝 別想太多,一覺睡到大天亮 明天才算好嗎? 不好意思,是否重新來了? 那為什麼你還不睡? 我睡不著了 我睡不著了 這個世界是不是只有我們兩個呢? 我的家人呢 我是不是以後都見不到他們了? 要不這樣吧,你早點睡 天亮,我答應你 和你回去找他們,好嗎? 剛才我們明天去,他們也不會在 為什麼這個世界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很恐怖? 對了,我記得你們是娛樂記者 你認得我? 我記得有幾次你來做訪明的時候 我都在這裡 我想你也認得我 你是上線老師 不過我沒想到 你會記得我這一個記者 你在我們劇中很出名 還有幾個年輕的男子PA 說這麼美女做娛樂記者 真是很浪費 笑回來就好了 其實我之前不是打算做娛樂記者 我一心都是想跑廣文 但原來也不是這麼簡單 你是不是坐著我腦袋? 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都不知道嗎? 我有説實發現室的報告 又訪問了幾個受害者,還… 還去跟劉老闆幫咪咪吧 是呀,那她的職場反應 也沒有否認自己騙人 只是說… 只是說她是我們大老闆的好朋友 那你還捨不想收拾阿福 馬上出去幫我收拾那份稿 知道 明明知道有問題 但是為了保住這份工作 老總叫我怎麼寫 我也掩蓋那個良心寫 我是不是很沒用嗎? 其實今天襲擊你的人 你認不認識他? 他戴著口罩 不過我也很肯定我不認識他 會不會其實是色狼呢? 應該不是了 小子 拿電話給你 救命… 別吵了 別吵了 至於之後發生什麼事 你應該比我清楚 你又不是劫財,又不是劫食 只是想搶你的電話 你的電話到底有什麼? 難道是影片? 什麼影片? 羅先生,你好 慢著… 什麼事? 我們發現到你旗下的健康產品 根本沒有廣告裡面猩猩的成分 你作為老闆有什麼解釋? 你說什麼?你說沒有就沒有? 你是哪個網台的?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爆州的Carmen 爆州是嗎?我認識你老闆 我跟他說一聲,你可以立刻撿包袱 他真的挺壞 不過影片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事 對啊 這個是不是陳議員? 為什麼他好像很怕被我拍到 他們倆一起吃飯? 那就是代表他想有事了 這個陳議員之前接觸過那群受害者 還聲聲會幫他們追討 原來他早就被劉老闆收買了 他根本就是想阻止那群受害者 搞大這件事 有時候有些人做了壞事 怕被人知道 但是心不安心 當然想拿回證據 他才會安心 如果我早就拍了這段影片 是不是就不會弄成現在這樣? 現在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明天早 我們究竟用什麼辦法 回回我們的現實世界 是不是真的睡醒就沒事? 快睡醒吧 但我真的沒試過睡夢會真的那麼痛 你沒事吧? 你不可以去嗎? 你要去醫院 找車,你想想一會兒 你去哪裡?你別搞我了 找車 車到了 這麼快?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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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不是這層嗎? 是 我爸爸出後的車子全都是棍波車 你懂得開棍波嗎? 不懂 不懂 你不是想著這個時候我開嗎? 我去找自家車 小姐 是不是要叫開它? 找一支貼子 你叫開它你也沒有車時了 究竟你有沒有牌子? 十八歲那年考了,但是沒有開過 也可以 小姐,你對我手機有信心嗎? 現在這個世界沒有人 我想你沒有龍也應該沒事 你等我一會兒,小姐 我回來,等我一會兒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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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擋車是沒有鎖的 小姐,就還要拆開刀 小姐,還要拆開刀 那不行?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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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那個人還要是跑車 我這麼大一個女兒 都沒有坐過跑車, 走吧 錢姐, 你忍住 我們很快就去醫院了 不是, 我想跟你說, 不用這麼快 你一定是應我超速 不過像你所說 這個小的照片應該沒人會觸用 沒有, 開車看著女兒, 不用看著我 我想說, 我說了一點都未必適合 你開得這麼快 就算沒有人沒有車, 也會撞死 再採, 錢姐, 你別胡說 最多我開慢一點, 你一定會有事 錢姐, 錢姐, 你別睡了 我們快來到醫院了, 錢姐 如果我們真的不是煩惱, 錢哥的時候 我們還沒回到原本的世界 又真的這麼幸運 我死了 文貴, 你不會死 我不會被你死的, 錢姐 聽我的說話 如果我真的死了 這個世界就真的剩下你一個 如果我真的這樣的話 答應我, 千萬不要放棄 可能有一天 你真的有機會回到原本的世界 我已經回到你的家 不會, 你不會死的 你不可以和我一個人 小心 錢姐, 你在這裡等我 我去拿藥, 很快回來 你一個人可不可以? 真的有點害怕 尤其是這裡是醫院 但我更害怕你死了, 錢姐 你來我等我, 我很快回來救你 你這麼差勁, 先碰上線 我來你行 曹偉, 這次我真的在那頭鎮 連幻角也有賣 開玩笑嗎? 紅上線怎會有這麼木如死 我希望這次沒事 不要只能說話, 快回來 那我到底怎樣才能開回認識的世界 結婚你,結婚那麼熟悉我 還有爸爸, 爹 善姐, 我快要回來了, 善姐 善姐…醒醒, 善姐 善姐, 善姐 阿善, 阿善, 醒醒, 你不要亂 你的傷口上連了很多針 我被人刺了 明明約了你看電影 轉頭看見你全身血被人抬出來 我真的被你嚇死了 知道, 我好像發了個好場很奇怪的夢 在夢裡, 我還差點死了 你昨晚差點死了 幸好醫生立刻替你搶救 還替你打一支強心針 但是我在夢裡, 救回我那個不是醫生 是另一個人 善姐, 善姐, 你醒醒 我講錯了我退消藥, 全部都拿回來了 你不醒, 你怎樣?善姐, 善姐 善姐 伯伯, 我剛才還找到幾顆 小朋友有塞肝門用的退消藥 應該可以的 你盡量我, 我還無法走 不用濕 你幾次 善姐 事實是你為了救那個記者而被人刺刀 你暈倒之後, 商場保安很快就找到你們 還送你們到醫院 那就是在我暈倒之後 我就發了這個那麼長的夢 但是這個夢跟平時的都很不同 所有事都很真實, 像真的發生過一樣 我真的去了一個沒有人的角度 我聽說那個記者 其實跟你一樣, 還是差點會死 因為兇徒下了, 她很重藥 她送到醫院之後, 一直都昏迷沒有聲音 就是因為我們陪圍生死之間 所以才會跌入這個沒有人的角度 果然是大編劇 你受了傷還這麼好想頭呢? 那會不會只有我回來了這個世 她還留在那裡? 你別動, 你受傷了 是嗎? 行了, 我要去找她, 她多好… 你真的不要亂動 你的傷勢很嚴重 等我幫你問好不好? 那個記者叫什麼名字? Carmen Carmen 你好, 我是來上探善姐的 不妨礙你們吧? 你好嗎? 你醒了嗎? 我今早已經醒了 我聽人家說, 你幫忙阻止兇徒 所以我才沒事而已 但是就害得你被人刺了一刀 好, 我來是想謝謝你的 不用客氣 被誰都會這樣做 他這麼心愛 難道昨晚真的只是我發磨嗎? 根叔 是呀, 阿成又醒了 我們現在是七號A病房 根叔他們已經想跟你了 我出去接他們 你家人來了探望你 那我還是不妨礙你了 我遲些再正式感謝你 先走了 哪個報道還出不出街? 健康產品的影片 你怎麼知道的? 難道昨晚那個不是夢嗎? 我們…都有同一個記憶 善姐 進來做採訪嗎? 是呀, 很久不見了 你身體怎麼樣? 好花很多了, 有心 進了新公司 東加不打, 打西加姐 這間新公司很尊重我 會讓我採訪不同的題材 就像之前那篇 踢白健康產品騙局的報道 也是在這裡, 才能出街 我知道 那個議員還因為你的報道 弄得要辭職 現在還在被人調查 恭喜你 終於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謝謝善姐 那為什麼還來片場呢? 你不是應該跑廣文嗎? 我家公司很小的 什麼類型的新聞都要一腳踢 我老闆說 如果多做一些娛樂新聞 就可以提高點擊率了 那也對 但是, 中午和Michelle 對完稿之後去了拍攝 我看過過程度 好像沒什麼大明星過來 我想你今天來這裡, 應該沒什麼障礙 那我又不是來找他們 我是來找善姐來的 你又來想謝謝我? 其實之前你送了很多寶品過來給我 你不用客氣 我不是來送寶品的 我今天來是想訪問你的 訪問我? 觀眾應該沒什麼興趣看的 好吧, 見你誠意拳拳, 幫幫你 我之前收到一封說潮衛電影公司 是專門收買人命的 很多特技人幫你們拍攝 是沒有買保險的, 是真的嗎? 你之前受了重傷 你現在一出院就來監場和寫稿 你的公司是不是真的 洗人洗得很盡? 其實我受傷之後這麼快上班 是我個人意願 那員工保險方面是怎樣? 這層我當然不清楚 你是以老闆娘的身分來回答這條問題 那算不算承認了你公司有疏罰? 我不是什麼老闆娘 你跟潮衛感情有變嗎? 是不是算我分手? 我的意思是 潮衛公司行政上的事, 我不清楚 如果你要問的話 我想你應該問他本人 那你作為員工呢?怎麼看呢? 你覺不覺得有點奇怪? 有什麼奇怪? 我們在這裡這麼久, 都沒人進來 那你又說沒有星要化妝? 不對, 就算沒有演員要化妝 照樣也有些工作人員在這裡打一等 有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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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是, 因為我們有最出色的編劇團隊 阿善, 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全世界都入手了 跟修哥慶祝生日 嚇死人了嗎?我們以為又來了 和我一起用電台表演員 在這裡幹什麼? 全世界都入手了 小人, 你不要 radio 中國人, 開動 琴 by bwd6